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前幾天我在IG STORY 上傳說我買了Charlotte Tilbury的禮盒 很多人以為我每次買了很多禮盒 其實不是的,這是一個禮盒 裡面會有一個化妝袋 雖然比我弄髒了,幾天已經 這七樣的化妝品基本上已經完成了一塊臉的彩妝 所以我今天想用大部份都是Charlotte Tilbury的產品 和大家化我現在臉上的眉煙分少少女人味的妝容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一開始的遮瑕不是Charlotte Tilbury 這個是Tarte的Shape Tape Concealer 然後我就用了Charlotte Tilbury的Magic Foundation 為什麼不用最新的那一枝呢 因為我那一枝是拍了獨立影片 所以就想用以前的粉底給大家看看有什麼不同的 它擠出來是很稠的,不算很容易推開的 在臉上就用一個濕了的美妝蛋推開它 你會看到妝效遮瑕度非常之高 薄薄的一層已經可以將不均勻的膚色完全調整好 妝感不是完全無感 但也不會很厚重 看起來是有輕微的光澤感 我自己就喜歡這個粉底 它不會很乾、持久度也非常之高 不會氧化和修飾能力都很高 你會看到我上一層臉的臉色已經調整得很好 不會太過暗沉、沒有精神 這次用到的眼影盤色號叫BellaSophia 你會看到顏色是非常秋冬的 會是一個比較偏紅棕色 裡面的金銅色的閃粉顏色實在太漂亮了 首先我會用銀白色 用一個大掃大範圍掃在眼皮上 希望可以打亮我非常之暗沉的眼皮 然後用右上角的鐵鏽紅色 由眼線位置開始慢慢推上雙眼皮的位置 為了眼妝的一致感 我亦會用同一個顏色 掃在下眼尾的三分之一位置 在這個時候我就想先畫眼線 這一套裡面都是有眼線筆的 你會看到筆頭是比較硬的 不像平時的毛筆頭那麼軟 畫上手上你會看到其實可以畫到很幼、很黑的眼線 不過這支眼線筆就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畫在眼頭的時候 很容易把蜜水滲在我的眼中 整隻眼都黑了 我真的不太喜歡 拿一支比較扁、比較短的掃 然後拿回剛才眼影右下角的深啡色 散開眼線 再拿多一點由眼線的位置 開始向上散開做一個smoky的效果 記住不要忘記下眼線都要加一點在尾上 做一個一致感的 最後我們用手指尖取左下角 一個超級漂亮的古銅亮片色 然後大範圍地塗在整個眼的眼蓋上 這個顏色真是美得沒辦法去應用 不要忘記用眼影掃 拿左上角的銀髮色掃一掃眼頭位 之後就到塗上眼睛的部分 Charlotte Tilbury的這支眼睛 其實我自己蠻喜歡的 雖然它的捲竅效果和纖長效果都是沒有的 但是它的濃密效果是做得非常之好 不像有些眼睛的濃密只有眼睫毛變粗 它是可以令到你一條等於三條那麼多濃密的 簡妝化完後讓我先找一下胭脂 就是它了 你們看看它這個形狀 裡面一個粉紅色的圈 外面一個膚色的圈 是不是很像乳頭呢 顏色方面它是一個帶有光澤感的膚粉色 粉質非常幼細 我自己的用法就是 拿著全部的粉大範圍掃在臉上 然後按著掃 點中間的粉紅色 在臉上蘋果機的位置增加紅潤感 這支唇線筆也算是它們起家出名黃牌的產品 色號是Pillotop 用它去勾畫唇線 這個顏色其實也不錯 因為是比較紅潤粉嫩的顏色 它的優點是很持久 可以遮蓋到暗層的唇色 但缺點就是比較乾 而且滑的時候其實也蠻硬的 之後就到這個包裝超美的唇膏了 它的色號是Pandana P.P 是我塗字典才會讀的 顏色是一個非常淡的粉膚色 其實是不適合我的 值得一讚的就是它的質地非常滑 非常柔順 但顏色塗在我身上就像病人一樣的顏色 所以我真的完全受不了 我要立即抹掉它換另一支唇膏才行 在沒有第二支的Shelatubri唇膏的情況下 這次我就用了Sephora的綠複色唇膏 這支的顏色我最近真的超級喜歡 是非常適合秋天冬天使用的梅紅色 唇膏比較深色 我現在就用Shelatubri Lip Gloss色號是Seduction 去混淡一點令它沒那麼鮮艷 這個Lip Gloss真的很好用 它是做到玻璃唇的效果 但是完全不黏黏的 好了 我現在已經化妝了 今天就想試一下用VoiceOver的形式 去化妝看可不可以條片快一點 因為經常都說很多東西 一邊化妝就會條片很長 它的Product List那裡 其實後面是有一個妝容的 因為我沒有它那麼深的輪廓 還有我個人比較容易眼腫 所以我就fine tune成為一個少少輕微的Smokey Eyes 就可以覺得其實都蠻秋冬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review了Shelatubri的這支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Single Brand Refill的話 都可以跟我說 或是你想看哪個品牌也可以留言給我推薦 如果我手上有很多產品的話 我也可以拍這類型的影片 所以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有推薦兩支新片 逢星期六間到7點 以及星期日日到12點 好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 Bye